玉里警察志工中队长钟肃正还有志工顾问团的主席林伟霆 为了提升警方的执勤设备 捐赠气柱状高压震报型辣椒水给玉里分局来执勤使用 这次设备取败了喷雾状是气柱状 而且喷射的距离可以达雾公尺 展现了警察志工中队对警方执勤的高度重视 玉里警察志工中队长钟肃正 以及志工团顾问团主席林伟霆 为了要提升警方的执勤设备 捐赠了气柱状高压震报型的辣椒水 提供给玉里分局执勤来使用 这次的设备取代了喷雾状为气柱状 并且是喷射距离可以达五公尺 这也展现了警察志工中队对警察的执勤高度重视 警察是维护社会治安之第一线人员 当民众处理酒醉手持棍棒或者是刀械等突发事故发生 必须要有完善的设备来保护自身的执勤安全 因此防护型喷雾器俨然成为警察维护社区 秩序与安全的能力 玉分局还有大笔的辣椒水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拜托志工中队这边 看得到我们买买他的大笔的 就是现在再拿大笔 玉分局长黄敬瑶表示 非常感谢玉理警察志工中队长中肃正 以及志工顾问团主席林伟廷以具体行动 来展现对警察的大力支持 重视同仁执勤的安全 让同仁能够更无后顾之忧来执勤勤务 记者高松双玉理站采访报道